今天这一期的爱尔文Podcast节目是由听众匿名者 维城 新加坡的Jerry 我是大笨蛋 Money 好好 Chen Henry 星耀 小月儿 Oliver 以及Chris 共同赞助直播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祝大家 星期一早上唱版上歌愉快 每天都要来一杯 冰拿铁 嗨大家好 我是爱尔文 我是吴依 欢迎收听爱尔文这个Podcast节目第二季 第十二集 我们回来了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这个少女的祈祷是 因为这个月 这个月份是什么 星座的月份 天秤座 先处女在天秤 对 八月 好像从八月二十三到九月二十一吧 还是多少 是处女座的月份 所以我们这个月都是放处女座 是这样的是不是 之前你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换不同的上来吗 库存又完了是不是 库存又完了 所以我想说应景嘛 刚好处女座的月份就把处女座放上来 而且之前好像没有展示过 这是谢谢星云所练诵的 好就这样子 你真是讲不出什么话 对啊我要讲什么 我觉得 你就说很漂亮 我期待换上我的星座开始 你说天秤吗 天秤大家已经看烂了 没什么好看 欢迎大家进入神圣的九月份 整个九月份都是 处女座 艾尔文的生日 不过一直说说而已啦 每次讲到好像我们真的过了一整个月的生日一样 怎么可能九月份真的过一整个月的生日 对啊 因为九月份 但是十二月是真的 因为九月份工作上面是真的比较忙一点 而且又是很重要的tech season嘛 对我们来说 就工作上面会比较忙一些些 结果你知道最把这句话放在心上的是谁吗 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吗 你弟 你弟比你还放在心上 竟然是五弟耶 你竟然被一个抹茶新冰了就收买了 还有小花饼 而且是你不喝的抹茶 我真的有被感动到耶 九月一号的那一天 当天正式步入九月份的第一天 就快要接近下半的时候 我就突然手机就响了 我想说五弟怎么会打给我 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我 我就觉得怎么了 他就说早上你在办公室吗 我说对啊我在啊 他说那你下来拿东西一下 他就带了两杯心冰了 然后还有两包的消化瓶过来 他说九月份的第一个惊喜 整个九月份都是少少月 他真的很虚伟耶 我说可以 他真的很棒 他怎么那么假 他真的很棒 不行真的太夸张了 结果我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喝到抹茶的心冰了 因为之前我们一起喝心冰了都是点 巧克力的嘛 就是黑摩卡可可巧克力心冰了 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不敢喝抹茶 我不知道耶 但是那一天因为五弟买了 所以我就还是喝了 就喝了之后我就想说 没有没有 我有把它喝完 然后我就想说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喝耶 反正就不难喝啊 所以我之前叫你去吃抹茶蛋糕的时候 你就一直很排斥 不知道耶 好像一直以来 因为没有尝试过抹茶 所以一直看起来 你不是吃过而不敢 你是因为没有吃过所以才不敢 对大部分的东西是这样子 很多水果啊 你好奇怪哦 你都没有那种尝试的冒险的精神吗 没有 而且他就长得绿绿的 就像蔬菜一样 感觉就是把蔬菜磨成粉啊 做成蛋糕 我就哦 是因为这样子哦 看起来 他本来就是 他的原理就是啊 抹茶 他不是蔬菜啊 他是不是叶子 抹茶是不是其中一种树叶 叶子是不是蔬菜 对啊那你不喝茶吗 茶叶就是蔬菜 屁耶 没有茶叶我们喝的茶 已经是弄成褐色的了 我们是泡茶叶出来 褐色不是 所以他比较接近咖啡的颜色 你就OK 对绿色就不行 那红色的耶 红茶 红茶也是靠近褐色的 他没有很红 真的变成红色的 我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所以你真的很外貌 你完全是看颜色吃饭 嗯 就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想到他的原型 如果我知道他的原型 就很接近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 所以那一天我还是把那个 磨砂新冰的给喝下去了 结果我就发现 其实还蛮好喝的 原因是因为 新冰的里面都是糖浆 对 他就是死甜就对了 对他只是有一点 磨砂的味道在里面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还OK 所以你下次可以常常看磨砂拿铁 我觉得蛮好喝的 好啦五弟以后可以买巧克力了 最后还是要喝巧克力了 之后因为现在已经是9月4号了嘛 截至我们目前录音为止 然后就没有什么惊喜了 2号3号10号都没有惊喜了 所以我弟也是出一张嘴而已嘛 啊不是啊 你弟已经负责开了一个领先头啊 你后面没有接着 你后面是要叫我接的是不是 不是原则上不是整个月都是你要接吗 不是等那个天秤座的月份才开始吗 没有啊 那你就要到10月多哦 没有啊 就是天秤座的月份到你生日那一天 那可能就等了几天而已 那9月份还有很多事情很值得期待 因为这个礼拜 9月8号凌晨1点钟 iPhone14要发布了 我还好耶 啊真的吗 我还是 虽然说应该没有太大的惊喜 对啊 感觉就没什么惊喜啊 对但是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期待啦 目前看到比较新的消息就是在外形上嘛 不管是惊叹号或者一个圆 我都觉得很丑啊 我刚刚在想说你说最大的特别指数在外形上面 我想说外形不就是沿用吗 没有我说前面的 你是说刘海的那个部分 对啊 不是目前冒出来的讯息是说不是惊叹号就是一整个圆吗 像蛟狼这样 是是可以让你自己去自定义 看你是要惊叹号还是你要椭圆形 哦是这样子啊 对好像可以自定义 可是不管怎么定义我都觉得 都很丑就对了 很奇妙 很微妙 很微妙 不过有很多人是说在等下一代 就是iPhone15 好像从前几代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说等下一代等下一代 因为就是没有太大的惊喜啊 所以就要等下一代 没有我也期待说看他的软体上面 有没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他这个外形真的用有够久了耶 这一次12 13 14 就是9到除了用颜色来分 iPhone6 7 8也是一样啊 就三代 他们差不多三代会换一次 三代会换一次啊 那真的很久耶好多年哦 可是他还是卖到下下叫啊 是啊 对下一代很多人期待的原因是因为有可能下一代会是采用USB Type-C 哦 这样就可以让你们很兴奋了吗 国伦真的很容易满足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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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是传送速度上面更快啊 然后从内也可以更快啊 这样子 啊 好了我自己都说服不太了我自己 好还有另外一个 他强项毕竟本来就是他的生态体系那些 对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Google Pixel 7 还有7 Pro 大概也是会在9月份或10月份来发布 他们不是也要出平板和折叠手机吗 听说啦 还有手表啊 我也是听说听了很久 我本来是这些比较期待 之前是有说了 就是在他们那个IO上面有提到说 手表是一定会发布的 平板好像是要到明年 但折叠手机我印象中没有看到耶 折叠手机就是一直被谣传而已 可是今年因为就是很多折叠手机出来 所以他们会跟风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我不知道耶 那这真的听了很久了 好那上个礼拜我们临时的跟他请一个假 因为我们就是去享受了一个久违的周末 因为自从这个Podcast节目开始之后 我们的周末都有点像受限于每个礼拜天晚上 我们都要赶回来 或者是要留下时间来去录音还有制作剪辑这个节目 所以就很多的周末活动就变少了 就觉得每次出去都有一个东西卡在那边 对就是会感觉有所牵挂 晚上要赶回来录音还是什么 所以上个礼拜五一就讲说要带我出去走走 他就觉得说看你工作压力感觉差不多到一个临界点 然后把我拉出去走 是这样吗 对啊因为我看你整天都在家里啊 然后我们就在外面逛节啊走着走着 他就讲说不然今天就不要有牵挂了 我们就想说就去跟他请个假 好好的放松好好的逛节好好的吃饭 就不会一边吃饭一边想说 啊等一下脚本要写什么东西要录什么东西 对啊吃饭还要赶在七点钟以前回去 要不然用完又要九点了 对啊结果我们去逛的地方叫做光华商场 三创啊 旁边的三创对 我是真的很久没去了啦 感觉变化也蛮大的 有变化吗 就是 我只是觉得那里卖的东西会是你比较有兴趣的 哦是逛起来可以看比较久的东西啦 讲的你好像也没兴趣一样 你自己看很久啊都上一堆什么游戏啊 对啊我就说我们两个都有兴趣的东西 我一直想要去尝试看女仆咖啡 他一直在外面徘徊念念不忘 我没有在徘徊我对于台湾的女仆咖啡店还好 哦你是想要去日本的女仆咖啡 对因为我看过日本的女仆咖啡店 跟人家分享好像更特别一点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子啊 很有趣啊 有些好像会拉着你念魔法 哦那你会跟他念魔法吗 我觉得去的就要融入 哈哈哈哈 他就跟你说 Gorgy song I show you 你呢 对对对你里面就是尺度要放很开 那你放得开吗 可是他里面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好像不准录影 哈 那不就不能把它录下来了吗 有可能就是因为里面太羞耻了所以还不 很多客人也不希望被录到吗 真的吗 那我不知道啦 如果说我们就是录我们自己也不行 好像是不行你很少看到人家分享吧 我是不知道啦 可能有一些就是 特例就是邀请别人比如说他去做宣传啊什么的话 而且日本他们本来对于这种拍摄啊本来就 比较镜子会比较有更注重一些些 就是通常你要跟店家讲好啊他也要知道你脚本拍什么啊什么 不是通常都这样吗 我没有我现在满脑子我在满脑子都在幻想说你在里面满脑子满脑子都在幻想你在女仆咖啡店里面然后就是他穿着低胸的女仆这样子然后就在里面前 我怎么感觉你是很想要在里面扮演那个女仆啊 没有没有我是想要 我念魔法要你扮演女仆啊 我觉得如果有什么猛男咖啡厅的话会 哎有还真的是有哎日本有啊可是他们就不是这种你希望你希望那个猛男教你练魔法吗那算了好 还是好像有点奇怪好像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噱头就除了就用肉眼欣赏以外他们的肉体用眼睛欣赏他们的肉体所以台湾的你就还好就对了台湾的好像比较一般吧他们就是打扮成女仆装就就是 很单纯的吃饭他就说鲁先生我们一起来念魔法哦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毕竟也没去过啊 哦好啦你真的想去的话我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 你今年的生日大餐就去吃女仆餐厅 你说日本的吗 我说台湾的我要不用 可是听说里面的东西好像也没有太好吃 哦他主要不是餐厅他主要就是不一样的体验 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只有光华商场就是你那时候已经叫光华商场了吗 他之前不是在那边这个地方已经是新的他是移过来但也移了蛮久了啦 就是我的印象中感觉就是光华商场是一代然后三创是更新的近几年才盖起来啦 但是现在他也不是说搬迁还是更名他就是另外一栋东西起来啊 没有早期的光华商场还是存在啦 早期的光华商场是在更前面一点 而且那时候就我们的印象那也就是卖你要组装电脑啊 还要买A片的时候会去那边 所以你小时候 我那时候 我想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去过我应该是有去过啦 那时候就是同学都会 继续求知的欲望 去组装电脑就会经过 然后就去进去逛一下 就会顺便看一下那你到底是怎样的 所以他都没有年龄限制说你们不能逛吗 你们不是还有学生 表面上会写可是他好像也不会真的检查啊 就是你们穿着校服就这样走的意思 当然不会穿着校服是周末的时候啦 哦 那个大概就有点像我们去那个日本逛TENKA 有没有 哦哦 那一枕洞那样子 所以里面封面那些东西都看得到这样 看得到啊 所以你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什么心态去 就想说去那里看了 能不能够找到 没有没有没有 男男的影片 那时候应该没有这种影片啊 而且就算有你也不敢去买啊 可是你会想说就是有 瞄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区域 会吗 没有欸 没有吗 没有这个想法 就单纯只是好奇去看而已 反正就朋友一起去啊 可是我小时候有 进去到这种店的时候 我都想说要找看有没有一个区域 就是卖男男的这样子 结果还真的有 可是就是比例非常非常的小 那你敢走过去吗 就是会有意无意的经过一下 然后就一直这样眼睛瞄一下这样子 可是就很明显就对 要不然就是看其他片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的封面都只有女生 然后都是就是 那男主角都真的超丑 不是男主角通常都不会在上面 就基本上就没有 然后我看到一些欧美戏的时候就 哦有了 欧美戏比较多会有 就是男生也会在封面 或者是至少身体的部分有出来 就是双方交合的状态 然后拍封面照 亚洲版的就比较多 就是女生solo 就是独照一张在封面这样子 反正之前要看比较 那因为那时候电脑没有这么发达 所以就比较麻烦是真的 所以以前你有跟同学去逛 一代的光华商场去找黑片 因为以前都是要用光碟片 以前真的好像网路上比较少 以前连乐华夜市都有卖 不是啦 以前网路也很慢 你没有办法及时的看 以前都要透过总值下载 然后下载超久 一天一夜之后只看到70分钟 总值下载这个词 我好久没有听到 这是BT啊 对啊 就下很久 然后有时候还会下到不知道什么东西 因为你没有办法先预览 会中毒之类的 对 就是沉淀往事 但是我们逛完山窗之后 一出来发现有一栋新的大楼 因为那栋新的大楼就看起来就 好像很现代化的一栋建筑物 然后都没有 我印象中没有这栋建筑物的存在 然后我们想说 好啊那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结果就意外的发现 它整个一楼 它都是一个什么Panasonic的展示区 它就有点像Panasonic指甲这样子 里面会展示所有各种家庭的情境 就是有客厅啊 浴室啊 厕所啊 等等的 然后全部里面用的都是Panasonic的东西 就超爽 你就可以看到一整套 就是那种很日本的居家式的那种浴室 它有一个正方形的浴缸 然后旁边就是你可以坐着洗澡的那种 也可以站起来 然后它的换气系统那些 看了就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日式浴室配置 而且我觉得它们有因应台湾 然后去做一些改版 因为它们的空间变得比较大 哦日本的真的很小 对它没有像日本做的那么小 那结果因为那时候 时间也晚了 所以那个Panasonic的展示中心已经关了 我们就在后面再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结果我们就想说 这东西新的吗 还是什么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印象 然后就旁边就有一个女生 解说员 它是工作人员 它是楼下的工作人员 它就跟我们讲说 这个是今年才开的 那一栋啊 对那一栋 它就说二楼现在目前都还没有 现在只有一楼跟二楼 比较会就是可以逛的地方 现在就是办公大楼 然后地下一楼就是DonkeyDonkey 然后那个女生就是DonkeyDonkey的指引人员 那它服务还蛮好 我们这样问它还直接 我们没有问耶 它是主动来帮我们解惑 它就看我们两个就是疑惑 然后透过我们两个人对谈 我们就在那边讲说 这东西很新吗 什么什么什么 它就自己跑过来讲 我们不是说上礼拜 平日要早一天去逛吗 也没有去逛 就没有时间 而且又卡到台风天 先听一首歌曲 稍后再回到节目中 那里面有马云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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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爱尔文 这个Podcast的节目 我是尔文 我是吴一 这个礼拜的尔文 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个周末我们在干嘛 因为前几天在台湾这边 我们正在遭遇 不是遭遇了 我们面临 遭遇 我们面临一个 今年度世界级的最大台风 叫做轩兰诺台风 但幸亏他不是 直接从旁边直扑过来台湾 要不然 哇那个暴风半径 我看三百多公里这样子 直接进来感觉很可怕 感觉台湾整个都被弄走 对 而且他之前开台风演的时候 就感觉他是个超强结构的一个台风 因为他是两个合在一起不是吗 对 他那时候要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有两个 我就想说他们到底会 抵消消弱掉对方 还是他会不会合并进去 结果他就合并进去 结果变一个更强的台风 还好只是少过台湾而已 对 他的暴风半径 在边边的地方 还是有触碰到台湾的路地一点点 所以我就想说 反正台湾天哪里也不能去 那下礼拜刚好就是中秋节了 只是中秋节那天我们要去看 那个威力安的演唱会 所以我想说 不如我们来提前庆祝一下好了 所以我们就 我跟五一还有五弟 我们就 在家里面烤肉 在我们的家这边烤肉 然后我昨天下午去Costco的时候 是我人生中遇过最多人Costco的一天 我就觉得这个想法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以为 就台湾天可以先提前 在家里面烤肉 因为我连过年的时候 去Costco都没有到这么多人 包括之前疫情一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去抢物资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多人 我昨天下午去Costco的时候 是完全到没有车位 有这么夸张啊 地下两层楼到零 所以真的很多人里面 然后我看大多数人 都是在逛那些肉组 烤肉组的那一边 因为台湾天就很适合在家里 吃火锅的烤肉啊 那边买完之后 还有一些少量的东西 我要去全联买 我去我家附近的全联的时候 也是超多人 多到一个爆炸 然后每个人都在 感觉在准备烤肉的样子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刚好 小姨她记得很高级的那个 牛肉组 就是一整个set的那一种 然后那 两人份 但是我们三个人吃起来 就分量算是刚刚好 因为我们不只是只有烤肉嘛 还要搭配其他东西 然后还有搭配心里所连寄过来的 我老家的美食 LUXA 拿来当一个主食 然后再买一些配料来配 什么沙拉 金针菇啊 虾子 甜椒这一些 所以昨天晚上 就是我跟五一还有五弟 还有维纳斯东 就在我家 我们就一起过中秋这样 维纳斯东一样的害羞 对 他到现在还是很紧张 不过也很正常 因为他只来第二次而已 对 但是这一次他会咬我 有酸有进步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可能要在熟悉一下环境 要不然他现在就是 每次一来 他就躲回去他的那个角落里面 而且感觉他会扔那个角落 他上次也是躲那个角落 这一次也是躲那个角落 对啊 可是他这次有跑到猫煞里面尿尿 还不错 对 但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烤肉的分量算得刚刚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每一次哦 就是我人生中 有在准备烤肉的这种东西 不管是户外或者是在室内烤 对不管是跟谁都好 东西一定会准备过剩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去年我们跟凯旋烤肉的时候也是这样 东西一定是过剩 就会变得太多 因为之前都会觉得很饿 什么都想吃 而且一定会吃得完 所以就是看到什么都很想买 对 要不然就是我们这里准备一点 他们那边准备一点 然后每个人都准备一点点 然后每个人都想说 哦 要准备几人份 然后到最后就变超级无力多 然后每个人就脏了跟什么一样 那都吃不下 而且你不觉得那种 有时候烤肉最棒的 就是那个去买材料的过程 对啊 那时候感觉是最好玩 真的吗 可是你放任我自己一个人去Costco买 自己一个人去全联买 你都不陪我去 今天处女座好漂亮哦 我等一下两巴掌 他刚才发光 不要再给我扯开话题 自己挖的洞 然后通常那个食物就剩一大堆 然后就讲说 我们先把它收起来 然后明天再烤 明天懒的再烤 通常就不会了 对因为你烤一丝肉 你要撑你的东西有很多 对我们这一次就是分量抓得刚刚好 吃完之后大家都很饱 可是也不会到 应该没有到太沉吧 我们还有预留一点点的胃的位置 我是吃完月饼以后才觉得太沉 对就是有预留那个位置来去吃月饼 因为再这样的话 我都觉得中秋节一定要去吃月饼 然后原本今年的中秋节 是想要让你们体验一下 就是在马来西亚过中秋的感觉 你要提灯笼吗 对 听你讲很多年了 有因为这一次林感觉他回去马来西亚 他就帮我买了灯笼 可是他因为他要到9月10号再回来 所以我们就 9月10号不是还来得及吗 他回来还要隔离 对啊 而且9月10号当天就是中秋节了 所以我先叫他帮我买 也许我们明年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也不用等到明年吧 不是啊你中秋节过了 那个时效性就不太对的感觉啊 你在做中秋节相关的就有点奇怪 我觉得明年可以应景的拍给大家看 我们就提前来过这样子 放一年吗 那个可以放很久 那个没有问题 放下点蜡烛啊 所以在这里先预祝大家 点蜡烛哦 对啊 这么传统哦 点蜡烛 当然也有现代的装电池的那一种 但是我觉得点蜡烛比较有feel一点 没灯那一种 没有到没灯啦 就是小的蜡烛啦 所以先在这里预祝大家 这个礼拜六 9月10号 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台湾的话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有些放假放廉价 对五六日 久为的三天廉价 好久没有放廉价了 七八月都没有 那耳闻的第二件事情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 那天就传讯息 可能我们在节目上面 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们很想要出国 我们想要去日本 结果那一天 新闻一出来 很多人传私讯给我讲说 可以去日本了 可以自由行了 然后我就 刚好那时候我在忙 又是羊来了 所以我就没有仔细去看 然后后来 杰棋大叔就跟我讲说 没有 还是要签证 就是日本他们就宣布说 9月7号开始 开放类自由行 什么时候类 连日本都跟着在用 我想说这个是 还是这是台湾人的 对 我是在想说 说是台湾人的 反应还是说是日本 那里也有用类似这样的名字 当然因为我们不懂日文嘛 所以不知道他是原文是怎么说 但是类自由行 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想说 日本是被台湾 是被台湾教坏了是不是 就是他们把上线的人数 就是入境的上线人数 从每天2万人提升到5万人嘛 然后团客不用导游 入境也不用隔离 那如果说你有打3剂疫苗的话 受承认的疫苗 你就不用PCR检测 这个省蛮多钱的 因为每一次如果你要出国的话 你要减赴那72小时的PCR 证明要3000多块一个人 对啊你如果以一个家庭一家四口的话 也要1万多耶 对所以这个费用也是可以省下来的 那现在大家是讲说因为一个人也可以算是团客 对日本人来说的 为什么一个人是团客 我不知道耶 他们的定义就是这样子 所谓团体不就是两个人以上了吗 他所谓的团客就是你还是要签证 就是要有观光签证 但是这个观光签证呢 就是你要去申请 有了这个签证你才可以去留 台湾不是去日本免签吗 所以现在就是要 不一样的状况啊 台湾跟马来西亚 最近几年都是免签的 对啊 所以我们以前所谓的自由行是指说 我们想去就去 我们直接去嘛 我们有 就是比如说90天的时间 可以去那只要不超过90天 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玩这样子 对啊 但是现在 所以我说不是一个完整以前的那种自由行 他还是你要透过申请 然后要合发签证 你才可以过去 而且你必须要透过旅行社 来去订飞机票还有酒店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去申请 一定要通过旅行社 对可是台湾 是台湾的旅行社还是日本旅行社 你要透过 这个我没有理解的很清楚 但是我的理解是台湾好像还有禁令 就是不只你好像旅行社也不能够帮团体 去或者是个人去搬这种东西 因为台湾还有禁令在 所以就变成是说 那不就是等于还是没有啊 就有点奇怪 还是像就像我说的 刚才就是你是要像日本的旅行社 我有看到有别人分享 就是你可以透过就是中间 他们台湾的旅行社会帮你去找 日本的旅行社 然后去承接这样的业务 但是前提是那个台湾的旅行社 这里他们不能够有盈利 就是不能够有收取费用 这样子 哪个旅行社会有那么闲啊 博星帮你做这种事情 感觉还是很麻烦的 那感觉就还是没有用啊 而且你必须要在出发前一个月申请 因为这个签证合发至少一个月以上 那有点麻烦的 对一个月后说明都完全开放了 也不一定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我是觉得继续等了 会比较安全保险 那之前虎航开卖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不是很多人 就已经买了8月跟9月的机票吗 那他们现在能去吗 我也不知道 我有点好奇 我也不知道 因为毕竟那时候买的裤子 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去的话 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商务前去 对就是9月7号以前啊 因为今天报告上架的时候 9月5号嘛 对啊 还是商务前去 要不然就学生签证过去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人 因为之前就是有些人就堵说 感觉9月就会开放 对啊 但是现在还是要签证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办 对有苦主的话 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下 简单分享日本边境开放的事情 然后尔文的最后一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就是跟大家忏悔一下 那其实也就是一个说明 为什么我们御山的影片 迟迟没有出现的原因 对啊 你好像讲了很多次 对啊 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我要把它讲出来 就是我自己放话放太多 给你自己的压力嘛 对啊 因为我就一直感觉欠着大家东西 没有出来的感觉 不是也很多人旅游影片也是几个月以后才去分享啊 你干嘛这么在意说一定要立刻就分享 那可能因为我已经放过话了 就是跟大家说再给我一点时间 再给我一点时间 这样就感觉好像 不要乱讲话 自己讲话讲太满 就跟大家说可以期待啊 然后跟大家说我们会有HDR啊 结果就是 我真的做不出来 其实严格来说我们已经做好第一版了 就是原本我们已经有第一版了 只是说那一版我觉得小修一下 应该就是可以发布的等级了 但是你要解释一下 你所谓做不出来 是怎样做不出来 因为你之前雪山或齐安南华 类似的影片你都做出来了 为什么这个会做不出来 哦 因为我放话讲说这一部会有HDR啦 哦 是卡在HDR的规格上面 对 因为现在这规格就是有点乱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一部 我就想要从这一部开始就做HDR的影片嘛 想说既然已经开始触碰到相关的东西了 所以我就去研究了很多HDR影片的制作 殊不知 我越研究我就发现这个坑真的好深好深 水很深吗 对水很深 你勾了吗 就除了它是一个很新的技术啦 就算近几年 虽然说大家常听到啊 但是它其实是近几年才出现到 它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标准 HDR这几年才出现的吗 也还没有到普遍啊 你看所有YouTube的影片谁在做HDR 除了我给你看的那位日本的以外 所有的YouTuber制作的影片没有一部是HDR的影片啊 是因为制作的过程很繁杂是不是 还有可能大家也觉得说没有必要 因为大家都不追求这种东西啊 没有人很追求 我之前也是觉得没什么必要 但是我看过以后其实画面真的差蛮多 我就觉得有 尤其在这种影片的时候 对我就觉得有烧到我这种 这种影片的质感的呈现 所以我就觉得就算是没有其他人做 我也应该要去学着去做 可是每个人家里电视都有支援吗 这就是很很苦恼的地方 所以有两种规格 比如说HDR我简单讲就好 它有两种规格 有一种就是你一定要有HDR的载具 你才看得到HDR的影片 没有的话你看起来就会全部很奇怪 那有另外一种规格就是 它可以上下兼容 如果你是用HDR的载具看的话 你是会看得到HDR的颜色啊 亮度看得到 那如果你不是的话 它会帮你降级 也让你看到稍微正常的画面 但是也不至于到说 就是出现色片还是很奇怪的画面 那这两种是因为剪辑软体的不同吗 不是 从头到尾就是我最生气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我原本就觉得说 我应该自己摸索一下还是什么东西的话 应该是可以通的 应该是可以学的会的东西 结果我弄了超级无敌久 都一直做不出来 我就开始心灰意冷了 然后我就想说是我的问题吗 你做不出来就是说 没办法做出兼容的版本是不是 不是 是我在剪辑软体里面看到的时候 都是非常完美的 就是我实际上用测试片段 就是我看HDR是非常完美 可是输出之后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不会出现HDR的画质 不管在手机或电视上 我的这台电脑就是可以看HDR 可以剪接HDR的影片 我说输出以后 你说在电视上或什么电脑上 对就是都没有 要不然就是会出现色偏 就是很多很奇怪的状况 然后我就研究了很久很久 就是真的是通宵几天几夜的去研究之后 我才发现 妈的勒 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 根本就是那个软体的问题 就是Adobe premium真的是一个很烂的软体 你干嘛这样讲 你都用它用那么多年了 对它真的是一个很多bug的一个软体 是哦 对感觉就是你要拿一个坏掉的一把剑 然后你要叫那个人去把它射好一样 不可能射出一把好剑 你给他的道具是坏掉的 对啊 我刚以为手上拿了剑 哦不是 就是你给一个人一把坏掉的弓箭 然后你给他讲说你要射到红性这样子 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他就是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之前 我就已经被他气过很多很多次 我跟001都很生气 常常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字幕 他就会一直K在那里啊 要不然就是软体剪接到一半 他就会当掉啊 要不然就是你速出的颜色 跟你剪接的颜色不一样等等的 他真的太多太多的问题 可是他是台湾最影像创作者 最多人在用的吧 我不知道确切的市占率啦 但是反正影音剪辑软体逃不过那三个 就是Adobe Premiere 就是我们原本在用的 对 第二个是达芬奇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苹果限定使用的 Final Cut Pro 嗯 大概就是这三个跑不掉 那我们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Adobe系列 我就每个月付约费 去买那个软体的授权 还要付钱的 要要要钱的要钱的 他还不是买断的哦 他还要钱的哦 我每个月要缴签的哦 然后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所以我就已经很习惯很喜欢这个软体了 因为我在Premiere上面的动作超级无力快 嗯 就是我的剪辑速度哦 快捷键那种都已经是到如我纯青 根本就是登峰造极的地步 你都用了几年了啊 对 我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我在上面剪东西真的超级无力快 就是快到软体会跟不上我的速度那一种 我认真讲 会不会太嚣张 我认真讲 有没有夸张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一直很怕 我根本就不敢换软体 因为我真的太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对 对 我一换一个软体之后 你想想看 我们是一个有在正常营运的公司 要固定产出东西 还有客户的东西 我们这样一换 所有的东西你要重新学习过 你知道没 听起来好像还蛮严重 对 因为每一个软体他都有自己的逻辑思维啊 自己的功能名称 可能在这个软体叫一个名字 这样那个软体叫一个名字 然后快捷键什么东西 全部都不一样 但这一次预声的影片 就是一个压死骆驼最后跟刀草 我就真的是被气到了 我就直接换软体 而且你们换软体是不是就是全公司的人都要一起换 对 所以上个礼拜一 平日到周末嘛 就到你拉我出去那天 我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之后 我就决定了 礼拜一 我们全公司就正式的换软体 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 我先胡一下 全公司听起来很多 但不就你跟林林一而已吗 对 有需要讲讲的那么 因为我跟武一说 好像公司多大一样 对我跟武一说 我要郑重的全部 我们公司从明天开始 全公司换软体 对 然后他就沉默了10秒钟 他就说 啊不是你跟林林一吗 对啊 你就直接说 我决定我明天跟林林一都要换软体就好了 没有我就说 你不要顶破这一切 他的意思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不能说你换软体 他001还是先沿用原本的 这样来过度交接 不行不行不行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要 我们两个人是会修对方的东西的 有时候他剪完之后 丢到我这里来 我这里又修东西 然后丢回给他再继续修 我们是要互通的 那除了预扇以外 你其他之后的影片 也都要用这个软体了吧 用啊 你都已经换过去 为什么不直接换 我以为想说 因为毕竟你们还是原本习惯 因为我真的被气到了 所以这两个礼拜 虽然说 大家可能看影片比较少 但其实我们就是在经历一个阵痛期 只是我没有想到 这个阵痛期会发生在9月份 对啊 怎么刚好在你最忙的时候啊 对就是被气到了 然后就想说 长痛不如短痛 所以这两周的时间 我们几乎就是一直在研究 跟学习这个新的软体 所以现在是已经上手了啦 只是还没有到非常的熟练 可能我遇到一些问题 还是我要做什么功能的时候 我可能还是要上网 就是这个年代的好处嘛 我要学什么东西 基本上我去YouTube Google一下 还是搜寻一下 基本上我都可以找到很多人 提供很多的解决办法 我觉得我们上手的算蛮快的 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 前几年的时候 很排斥 很排斥 我就一直觉得说 哇那个好乱 那个好乱很乱 就是不敢踏出舒适圈 对完全不敢 我就是真的太习惯了 结果 一用之后 我们想说 咬住了 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换 对啊 我们真的为什么不早一点 你知道整个剪辑的速度 输出的速度 全部东西翻倍上去 早个三年的话 全公赛只有你一个 没错吧 而且它的功能真的太丰富了 我跟你们说 如果有在听Podcast的人 你们任何一个人 想要学影音锦记的话 千万不要学Premiere 真的太烂了 这个软体 你确定话要讲这么慢吗 我确定要讲这么慢 你们如果已经是 从零开始学习的话 直接学最好用 最专业的软体 达芬奇在调色专业里面 是非常强的 是哦 对 直接学达芬奇 那会很难上手 而且我跟你讲 我说上手相对于 那个Adobe 上手的时间 你反正都是要学习 你都是要经历学习的过程 你直接学最好的 不就好了吗 你干嘛还要去学 一个烂的东西 哇你话讲很重耶 而且 你会被告 没有他就真的烂嘛 而且Adobe Premiere 是我每个月要付费的 那个达芬奇 有直接免费版可以使用 他只是说 就是你如果要更进阶的 更多功能的话 你需要付费版 那刚好我前两年已经买了Blackmagic 就是他们公司出的相机 刚好我本来就有这个软体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使用 专业版的 但他们还有免费版的可以使用 然后里面的调色功能超级无敌好用 然后至少你不会在那边 明明就做好所有HDR的流程之后 结果你输出出来 他并不是一个HDR的影片 还是因为他是在HDR 那我在那边一直怀疑我自己 还是他是 搞到我整个人很忧郁 我觉得你是真的气到勒 我真的气到啊 他会不会只是单纯在HDR这一块很强 没有 你那块其实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各有千秋特色 他任何一方面都屌打Adobe Premiere 你的脸好讨人厌的 任何一方面 你看肉八尺了耶 任何一方面 绕回来绕回来 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很庆幸 我做了这个决定 就是达芬奇真的好用太多太多了 然后Premiere就是个垃圾 真的不能够被习惯给绑架 因为你会错过外面非常美好的世界 不要因为习惯而错过外面 这美丽的世界还有外太空 这是第一个启发 第二个启发就是一定要留点 所以你要探索外太空吗 这个结论不是很奇怪吗 我已经正在探索了 没有我就说 不要因为习惯而害怕改变 因为有时候改变 真的是带来更好的结果 我你家天秤座就是很害怕改变 所以就像你率领的全公司一起改变一样 对 听起来真的很厉害 怎么办 可是做起来其实真的还要 我好习惯你了 所以你要改变了吗 没有啊 这个我不愿意改变 可是我们每天都千变万花 真的吗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一定要留一点时间 是给自己有机会去学习的 因为在我还没有全职之前 或者是我可能在做YouTube的时候 或者做影片的时候 我在把它当兴趣在做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一直的在探索新的东西 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学习 然后有空看别人做的东西 但是当这个变成是我的全职 或者是我的正职了之后 我就比较容易停滞不前 因为就已经生活上面被工作给塞满 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我大概这几年以来 这两周大概是我学习最多的一段时间 就真的收获非常大 我觉得再怎样你都要预留一点时间 是让自己可以去精进跟学习的 这样讲是也没错啦 嗯 你说每天预留一两个小时这样吗 你有这么多时间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预留 反正就是不要让自己停滞不前啊 我就觉得要有留一点时间来去学习 因为你说每天一两个小时 未必那个学习的契机 就会发生在那一两个小时里面 但其实你讲的也对了 就算你已经有一个很稳定很正常工作 还是要不太行学习 就像那个我们的牙医啊 你看他们还是啊就算不只牙医啦 凯旋他们也是啊 哦对啊 你看他们都已经当就算是主治医生的人 或者是已经很正稳定的在工作了 他们还是不时要去参加什么研讨会啊 可是据我所知凯旋想要去参加研讨会 是为了可以去欧洲玩 这句话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我们要得罪骨客医生的意识 他是觉得就可以顺便参加研讨会 好啦那个先不讲啦 可是他们就的确还是还蛮多研讨会 要薪资去吸收啊 对啊应该是说他们精进的方式 不只是去国外承载研讨会 他们还会有很多的paper什么东西 而且医学是一直在更新在进步 对啊对啊 如果你不去更新进步的话 你有时候你的技术会也会停滞不清 我跟你讲影片跟那个科技也是一样 走太快了我觉得好累哦 我觉得好辛苦 可是没办法 你看牙医他们就说十年前的牙医技术跟现在真的差很多耶 对啊你看我现在都追不上TikTok的脚步 就是抖音 我真的追不上耶 抖音我真的是 不要说你追不上很多人都追不上吧 你看台湾人 好啦我们就这样活在我们的同温层就好了 这个结论又回来这里了吗 没有没有我是说 这个不是技术的部分 这个是这个是内容的部分 对哦因为我那天看到我国小的姿子 全部都在用抖音耶 对他还帮Vinashton做了一部抖音影片 哦你有看到哦 我有看到 我就想说哇 国小在玩TikTok 但我大概也能理解啦 因为有可能 我跟你讲就真的是像我们小时候 我们爸妈就觉得说我们用Facebook 玩了什么东西 没有可是你看我直指他们这么小 他们TikTok他们就可以创作啦 可是YouTube他们有可能就没办法 哦 可是现在YouTube也在推端影片啊 可是推不太起来嘛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 听众赞助的抄袭留言时间 首先先感谢匿名者 每个礼拜没有留下名字 也没有留下姓名 总是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匿名者 谢谢微诚 也来写说 祝爱人文51001工作愉快加油 那谢谢星耀 虽然说我们上个礼拜停更 但是连续两个礼拜都有写怀庭 谢谢星耀 那来自新加坡的Jerry 他是在上个礼拜的留言 他写说 我是今年才开始听你的podcast的 其实我在跑步的时候开始听的 也觉得边跑步边听你的podcast 跑步不觉得那么乏味了 现在听到第101集 他从今天开始听 已经听到101集 今年开始听 听到101集 对啊 哦那他是个很勤奋在跑步的人 好像也是 今年也才过快200天 你看他已经听 如果一天听一集的话 他就跑了100多天了 哎真的哎 如果是你的话你今天只听一集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只去跑一天 你知道我们今天只跑步一次 我们今天只跑步一次 我们只有听一集耶 天啊我们好可悲哦 你看我们如果像他一样留言 下次听到有可能要几年后才会听到留言 他说现在听到101集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听到这个留言 但是我又不想要这么快的听到 那就意味着我跑步的时候不知道要听什么了 很矛盾好哦 不用那么烦恼你不你不跑步就就就就会比较慢 呵呵呵呵呵 不是有可能对他是困扰 好像对我们来说不太算困扰 就可以再重听啊 要不然也可以听听看我们Podcast的直播啊 呃之类的嘛 对不对 好啦世界来自新加坡的Jerry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内容 可以支撑着你继续跑步的动力 要不然真的到时候听完了之后 变成就是一个礼拜跑步一次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停跟他就跟着停止跑步 应该不会 然后跑步应该有可能已经很习惯了 哦也是 是非常好的习惯了 继续维持 好继续加油Jerry 谢谢你的留言 那接下来是我是大笨蛋 然后他在上个礼拜 是连续第四封 他就写说乐 所以刚好啦 就生日快乐就写完这样子 因为刚好这个礼拜他也没有写嘛 所以就刚好生日快乐这样子 谢谢我是大笨蛋 下一位是Money 他说祝爱尔文生月快乐 Money很棒 就是一整个月都是爱尔文的生日 他说我实习顺利结束了 好快乐 因为实习而得到一份能够学习的工读机会 恭喜你 恭喜 希望这份工读机会 也可以让你学习到很多东西 而且在实际的职场里面 或者是那个领域里面 去学习是最快的一件事情 谢谢Money 然后下一位是好好 好好想要对月月说 我们各自未来的梦想打拼 前进短暂的冲锋 珍惜可以相聚的日子 在这段关系有你 我才有意义 想你了 这两句是歌词吗 不是吧 在这段关系有你我才有意义 很像歌词 对对对有点 没有啊 他们之前就是有留言 他们就是互相留言 对啊 所以好浪漫 所以这个礼拜是浩浩要跟月月说 想你了 谢谢浩浩 你们两个幸福的在一起 下一位是陈汉瑞 他写说最后的音乐 他是在回应那个上一集 就是我们两个礼拜前发布的podcast 最后跟大家分享说 我一个人过中秋的时候 今年会吧 今年我们不是已经烤肉了吗 至少我们有烤肉 下礼拜中秋节是吧 你会去闻人家烤肉吗 我们会两个人一起闻 因为我们会去听演唱会 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绕过大姐小巷 我带你重温一下 我以前做的事情 回来的时候 有需要这样子吗 我们大姐会回来 还是你要带着全公司人一起闻 可是我觉得员工 没有想要半夜的时候 跟老板 没有想要闻吗 没有想要半夜 跟老板去散步 所以Henry他写说 最后的音乐 还有中秋回忆太催泪了 同样是一个人在外生活 真的心有栖栖烟 对于确诊数字 早已麻痹 但是最近办公室 突然很多人确诊 目前九成的人力 被安排居家办公 还不知道居家办公 到什么时候 但是好奇心趋势之下 我买了小花饼来吃 很妙 味道不算是我 不算是我喜欢的 但是吃起来就是顺口 是不是 就是客套 你看他写说是可以一块接着一块的程度 好适合拿来配影集 我跟你讲 消化饼当初我会结束到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疤痕 我知道啊你车祸的 不是啦 这个是我七岁的时候从楼梯摔下来 就是手这边断掉嘛 骨头擦出来 那那时候就动手术之后 就好像有几十个小时不能吃东西 掉点滴之类啦 那时候医生讲说只能够吃消化饼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吃的 真的假的 是医生荼毒了我的医生 你要不要把那医生找出来 打两拳 没有啦是真的哦 你这故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是真的 所以他有这么健康哦 你如果生病什么都不能吃 却只能吃消化饼 我记得我的音质 一样的功用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具体的非常细节 这故事是不是你幻想出来的 没有没有 我发誓真的有 还是你妈骗你了 你下次问我妈 因为医生就讲说只能够去吃消化饼 我妈才去买消化饼的 如果那时候医生说 这时候只能吃菜 Oh my god 我死了算了 没有这么夸张吧 他说要那个还愿 所以只能吃素 那个医生就帮了你一辈子 我用我的手来换好了 你太夸张了 让我少一根手 所以你那时候就开始爱上吃消化饼 其实不是瞬间爱上的 就是吃着吃着 可是你现在有点像中毒的感觉 没有他就是在我手好了之后 我也停不下来 然后就变成就是一个习惯 就是生活中不能没有他 所以你那时候也是三餐就吃消化饼 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可能就是 有点像是饿的时候吃一点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不太能吃其他东西 后来才变成 晚餐吧 小时候我妈也不会让我吃那么多啊 因为你现在有点饼干中毒的感觉 你这是三餐饭后一定要配饼干 没有我们这个是英国人的习惯 因为英国 因为马来西亚是 英尼老师 因为马来西亚是 还没有这样子 是啦 早餐也会 可能我发明发挥的 你看了英国人跟我看了英国人 怎么不一样 不是 因为马来西亚是英国殖民地 所以当初有很多的文化是有被英国传过来马来西亚的 那这个习惯是从我爸传给我的 就是饭后之后要配一个茶 或者是 你现在把那个要推给你爸 你以为我就不敢骂你是不是 就是要有一个下午茶的时光 然后是配两片饼干 当然他们可能是两片饼干 然后一杯茶 下午茶我能理解啊 可能因为你是三餐 你不是下午茶 没有我只是纯粹的想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这样子 所以变成三餐都有 对三餐饭后 就是这个胃是跟你正常的胃是分开的 这样子 真的是很多歪理耶你 好啦 不过认真讲称探日理就是 因为他热量其实还是蛮高 你仔细看一下 他热量其实蛮高的 所以就是刷垂一下就好 不要真的上你 如果不吃饼干的话他六块几早就出现了 我现在就是个天菜 我现在就是那种百万网红 然后每天那个IG跟YouTube上面的影片 全部都在拖 这么不要脸话你真的倒是讲得很顺耶 好啦 那个五弟的消化饼我会吃完了 我会再去买 就 我以为吃完就不买了 没有我会再去买 我已经变成习惯了 因为我就是要有饼干 如果现在没有消化饼 我还是会找别的饼干来吃 那倒不如吃比较健康的消化饼 所以我就说你饼干中毒了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有人买消化饼是整箱整箱在买 可以当正餐来吃啊 所以有时候 你说把消化饼直接当正餐吗 对啊 所以我就可以 你真的很不健康 很简单的 我对于吃真的是没有什么欲望跟要求 我对于吃真的简单就好 大家不要详细这句话 他真的是唬烂的 下一位是小悠儿 也是连续两个礼拜都有来 第一个礼拜他写说大家加油加油加油 那这个礼拜他写说 我终于等到马来西亚学校假期了 希望能够顺利的完成计划好的旅程 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加油加油加油 然后这个礼拜的留言是 哈喽哈喽 然后一个笑脸 谢谢小悦儿 现在是马来西亚假期吗 马来西亚也是暑假吗 你每次会放暑假吗 我 我 我真的忘记了 暑假怎么会忘记 你求学的时候没有放暑假吗 有 可是是12月份的时候放的 12月怎么会是暑假 你们应该是说 比如说国小到高中啦 呃一整年当中 五六月我记得会有一个小的假期 但是那个12 是放10天20天这样 就可能一两个礼拜吧 然后年底的时候 那什么11月底 好像还是11月中什么时候 就会有一个很长的假期 我记得年底的假是最长的 所以我是以马来西亚来说的年度 不会像台湾这样的 比如说台湾的一个学期开始 从9月份开始嘛 嗯 马来西亚不是的 马来西亚都是从1月份开始的 哦你们新的学期是从1月开始 学年学年 对新的学年都是从1月份开始的 所以你开学不久之后 就会放过年 对啊 对放过年之后 才比较有心会来上课 你们的放假是参考 就是因为你们刚才说 是英国殖民地嘛 你们也是像英国那样放吗 这我就不知道 这是要做 我不敢说 这要做一次的功课 这我不确定 你到底是什么在马来西亚的人啊 我忘记了啦 这太久了耶 我的学生时期 30年以上了 学生时期真的距离我太遥远了 但我记得最长的假期 是在年底没错啊 就是上课最后一点 通常就是11月多这样子 然后就放大长假 然后到1月份这样子 那你们的冬季 虽然说你们没有冬季啊 但是你们的11 12月到12月 其实很多假 因为那时候 因为就接过年了 对啊对啊 所以1月份通常上课也没有上几天啊 我跟你讲 马来西亚是全世界公共假期最多的一个国家 我有跟你讲过这件事情吗 没有 你这件事确定的吗 我 印象中 好像也是我爸跟我讲的 你又要推给你爸 你爸今天到底要背多少东西啊 我好像隐隐约约某一年就听到我爸有讲过这句话 我爸好像讲过几个就是马来西亚全世界第一的东西 就是爱爸讲的 对爱爸 如果爱爸错的话下面留言 因为马来西亚就是很多种族嘛 而且是三大种族的过年都会放 就是开灾节 然后印度人的过年 还有我们华人的过年 开灾节也是你们那边吗 开灾节是马来人在过的 伊斯兰教过的 我们那时候去杜拜的时候 就好像就有要避开开灾节 对对对对 对就是所以马来西亚三大种族的过年都要放假 所以马来西亚家才会很多 对 其实那也很热闹 你们会过到 接收到 各种不同文化的 对啊 我就印象中啦 我爸有跟我讲过就是 可能不是跟我讲 或者是我偶尔听到了这样子 你连这个都不记得 你那里多金鱼脑 就是一个是马来西亚就是 全世界公共假期最多的一个国家 第二个就是马来西亚的全球之最 所以就是车祸率也是全球之最 所以你来出车祸吧 是这样子吗 诶 应该不是这样吧 好好享受你的假期 小月儿 那接下来是Oliver 他写说 不知道是不是快要开学的原因 你看上面一个刚放假 这个刚刚开学 今天健身所在的百货公司超多人 记得前几个礼拜的周末 也没有这么夸张 而且今天超热 运动完骑车回家 想说下午四点多 应该会凉一点 结果完全没有 风都是热的好崩溃 嗯 前几个礼拜的确是这样 接下来第二则是 这个礼拜的留言 他写说 真的不知道 这个来风来的 是不是恰当的时候 虽然因为台风的关系 让整个气温下降了不少 也舒服了很多 真的是这样子 这两天我真的感觉 比较像是一个人活的地方了 但是也因为下雨的关系 让人好懒得出门 原本今天打算要放弃出门 去跳花式阶梯 还好出门前没有雨 才能够顺利出门 快听 什么叫做花式阶梯啊 就是阶梯啊 可是有可能就会旋转 跳跃再上去那种 有什么阶梯 是会旋转再跳跃 不是有些阶梯 就是明明是烫上去 它就一二 就会转一圈上去 再下来 你应该知道吧 你说的是中间一个板子这样子 我以为你说有一台机器 是你站上去之后 那个机器会在水上 会跳跃 没有这么陷阱的东西 对啊 应该是 就是有点像空白的 其中一种课程这样子 不过你还没有意志力的 我发现我们这两天 你知道多好睡吗 真的很好睡 连维纳斯东都超好睡 但是百货公司多任 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照理来说 最近因为刚好台湾的确诊数字 正在逐步上升中吗 这个礼拜上 刚刚前面谁提到 我刚刚好 对刚前面也有提到 对不对 我忘记 我忘记补充一下 就真的我也非常有感 就是最近身边的人 也很多在确诊中 对我们办公室的同事 的家人 感觉好像也陆续一直在听到 对 然后连五一的主管们 也都有在确诊 真的感觉越来越近 上次之前爆发起来的时候 都没有感觉到这么近 这一次是感觉真的很近了 所以很多人才有讲说 这个感觉真的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对啊 所以当然还是小心一点 希望缺德的就还是 尽快康复身体健康 那这个礼拜的最后一位是Chris 他第一个还是写说 好A 想要对好A说 9月6号就是 明天是我们在一起 两周年的日子 恭喜 这天的我们应该是一起 在花莲旅游了吧 认识你之后 我发生了很多改变 而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的人生 是第一次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回头一看 除了偶尔变小触筒的我 我们一起经历了好多好多 虽然我们分隔在两地 你也多了份创业的重心 但是我想要跟你说 无论如何 我都在这 爱你 这是Chris 想要对好A说的话 恭喜你们两周年快乐 旅游快乐 因为他说他们现在在花莲旅游 对 不错不错不错 然后 刚好台风走了还好 幸福耶 真的耶 然后接下来 下一方是想要对我 跟五姨说的 他说每一次 听着你们的生活分享 不时都能够感受那一份 简单又美好的感觉 希望未来我们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 在每一次听着你们两个分享 生活的同时 也感受着各自生活中平凡美好的时刻 Whiting 谢谢Chris 以上就是这两个礼拜所有的留言 再一次恭喜Chris跟HowA两周年快乐 再一次的提前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也祝处女座的朋友 生日快乐 还有爱尔文的生日 甜品座还没到 等甜品座到再说 月快乐 他在那里给我翻白眼 好啦 下次快乐 拜拜 Whit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